You 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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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撤到了Toyote Keep the money away 沒撤到了Toyote Keep the money away 時間了 不是你們的Rhythm Be on Wine 今天內要來開一個 大人玩技 放心 不是那種 那種玩技 一樣是普遍級的 只是這個玩技比較科技一點 所以我為了一隻大人玩技 好 我們快速上到G 沒錯 就是這個 Apple Watch 這個是三代 這個超久了 這個是我小時候買的 現在已經出到五代了 為什麼我要在今天來開這個舊東西呢 因為最近有個了不起的東西 挽救了它 這個Apple Watch我自己買了使用一段時間過後 我個人的感覺 是很廢 很廢 除了剛買來那個蜜月期 就覺得好炫砲喔 很多東西可以從表上面看到 後來我發現Apple Watch最大功能 就是看時間吧 那我他媽不如帶一種表演的看時間 但那個蜜月期一過之後 就覺得它好像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用 而且很多APP都一直從手錶上面移除 像我剛買那時候 我的手錶是可以上IG點讚 我有點忘記可不可以回留言 我記得可以 我確定是以前是可以 點IG進去點讚 但是後來很多APP都慢慢從手錶 移除他們的軟體 可能是用的很多 或是操作體驗不佳吧 反正我就覺得它後來沒有我想的那麼好用 其實它也沒有很廢啦 我覺得它基本上功能是有的 只是這些功能不值得它的定價 好像一萬二一萬三吧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原價假如你可以用六七千就買到這個錶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可以購入的 對 反正除了新買錶那段時間蜜月期之後 我對這錶的愛就是少之又少 非常少 最常用的可能就是回人家LINE吧 就是可以用講的然後回 聽起來很方便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穿10次大概有8次都失敗 我是連到WiFi還不出去 就是什麼訊息無法傳送 對 反正我個人對錶的感受就是很一般 我之後我就越來越少用它 但是我還是會戴著啦 因為你都買了 你就是要發揮你最大的使用 你使用的次數越多它就越划算 對 我是以這種心情在使用它 我之後就是偶爾戴啦 忘記我也不會覺得怎樣 但是最近有一個APP上架之後 我這三天使用手錶的量應該是 我買這支錶最長的一段時間 就在這三天 所以我特別想要跟大家演講一下 怕等一下就講這些太無聊了 你還是先看一下我用這個APP 讓我的Apple Watch活起來 可以跟很多主題性一起完美的搭配 來看一下 無論是最早的GameBO主機 還是紅白機 是超級任天堂主機 還是神奇寶貝系列 好像開電玩宅啊 或是一些你喜歡的電影主題啊 像是星際大戰啊 其他你想要裝B 來一些精品也會OK 來一隻ROLAX 或者是 RMAS限定版 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多功能啊 或者是數位的 電子錶風格 都可 完美搭配 拍手 對 上週五 我就看到網路上有人發說 欸 Apple Watch 有一個自訂表面的APP 我就想說 欸 我的表好像在那裡冷很久了 不然來玩一下 欸 一下才不得了 連玩三天不眠不休 一直做表面 聽到這個你應該覺得 啊 我就自訂表面而已 它原本那一件就可以自訂表面了 如果這APP有什麼好玩的 來錯了 因為它原本可以自訂表面的東西非常少 我最常用的就是照片 像我都會去下載一些比較好笑的背景 其他就是一些電玩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愛下載CASIO的 Apple Watch的桌布 但是那些你能設定的都有些 其他真的很少 你能自訂出來的也不漂亮 因為它給你的規範太多了 其實你很快就膩 對 就是上週出的那些Clockology 這個APP之後 欸 一完不得了 因為它太多東西可以自訂了 就是你可以自訂任何你喜歡的表面 然後可以用動畫普遍 然後加上各種指針或是什麼 欸 這個自由度太高 就不得了 就跟動物之聲一樣 你在裡面就可以各種做你想做的東西 然後我就一連串 就是做了一堆 還有在網路上下載一堆 我覺得一支表 屌打二十支表都有 如果你也有Apple Watch 而且你也有點冷落它的話 我先來教一下大家 怎麼使用怎麼自訂 騙尾我欸 我再放一些 我這個禮拜精選了五個表面 給大家 就可以一起帶一樣的表面 叮 好 首先你就先打開你的手機 到App Store裡面搜尋 然後再加載的這個 Clockology把它安裝進你的手錶 你的手錶 如果出現這個圖案的時候 這邊我們就試成一半了 然後再開啟Clockology 然後選擇你要的表面把它同步進去 但它在同步的時候 你要把手錶打開 然後點到那個App裡面 它才可以把那個表面同步進去 但它其實也不是真正的表面 它就是一個App 但是你才自訂所有的表面 但如果這個App不關掉 你每次舉起來 就是這個表面 是不是它就是一個表 沒來出來 所以這時候再到手機的Watch裡面 去設定喚醒螢幕這邊 把它構成這樣子 所以你每次舉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是這個App 如果不是的話 沒關係你就點表觀兩下 就會回到這個App裡面 所以又是那個表面 今晚我想來支卡手 對 本身就是可以各種放 而且它裡面還可以自己做 你想要的表面 放圖片 放影片 幹嘛都OK 簡單 你可以試著做看看 如果不會也沒關係 上網找 或者是我騙我也會放 我這時候前五喜歡的表面 有幾個是我做幾個 我就訂製了超多表面 像我喜歡的Game Ball 還有紅白機 金奇寶貝 各種能做的我都做了 我這時候就是一直在做這些表面 而且做完我就可以依照我今天的穿著風格 直接做搭配 而且我就覺得這種App早該出了 它錶都出到第五代了耶 既然這種可以製作表面App 最近才上架 真的這個效率真的是不行 總之就是這個App真的挽救了 我對Apple Watch的心理評價 我這支是三代 四代跟五代它的邊框又更小 原本都覺得這個超廢物 如果它沒有重大的進化之前 我不會想要買新的手錶 但我為了這個表面 我玩了到第二天晚上 我半夜在看白白 看有沒有 五六千的四代或是五代 還真的沒有 五六千只有三代 太可惜了 像很多朋友看我帶 他就說 你有買喔 你覺得要買嗎 我就會用剛剛的告訴他們 假如五六千可以買 如果要買到一萬多 我覺得很浪費 我覺得很廢 但如果你沒差那一萬多 當然就是隨意 個人實際使用的心得 我自己感覺它的價值就是在那邊 然後它又貴了整整一輩子多 所以給它評價是爛 可你們覺得它很棒 就不用在意我這個凡夫俗子 那就是我個人的前進 好嗎 主要就是做這個表面 我覺得很讚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復古 Apple Watch 死灰復燃 小開箱好嗎 有賣手錶沒再代表 快點去翻出來 這個絕對會讓你愛上它 我剛剛說的 我的本週Top5 我把它放在下方資訊欄 你們點擊進去下載即可 有什麼疑難雜症的話 再留言問我 我盡量回答 好嗎 我又想要去做新的表面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你們的Loser BNO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是不是還沒幫我按個讚 按一下好嗎 結果你給我按不喜歡